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歌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县里医生为名杀死丈夫的女子作证 称其实在梦游状态下杀人,当判无罪 然而审判结束后,医生竟然发现令人不寒而栗真相的故事 艾米是个美丽的女人,但看上去毫无生气,犹如行尸走肉 原来四年前,她的丈夫马丁被警方逮捕,罪名是禁入欺诈 最终马丁朗当入狱,刑期四年,财产悉数往收 艾米的生活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生活的压力和内心伤痛的双冲打击下,她变得欲语寡欢 四年时间转眼过去,终于等到了马丁出狱这天 艾米罕见地绽放笑容,带着满脸兴奋接丈夫回家 夫妻团聚,生活重现曙光,这本是天大的喜事 然而短暂地歇喜过后,艾米脸上的笑容再度消失 又一次陷入忧郁之中,她寡言少与情绪低落 甚至在跟久别重逢的丈夫形方式也无法投入,反映异常冷淡 近乎复原地完成房市后,艾米得到马丁现实淡淡的保证 说自己一定会找到赚钱的门路,尽快恢复富有生活 可艾米依旧表情冷淡,不言不语,仿佛对未来全无希望 更糟糕的是,第二天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艾米去停车场取车后,既然两眼发指 蒙踩油门,开车撞到墙上 所幸停车场管理员及时发现,将她送到医院 经过检查艾米并无大碍,由于行为疑死自杀 医院方面怀疑她的精神有问题 就指派各组专家,心理医生乔恩为她做诊断 乔恩是个事业游称,医术精湛的中年男子 她判断艾米可能患有抑郁症,希望她住院做进一步观察 但艾米一口回绝 神思暗胆地说,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找到工作 自己需要上班赚钱人家户口 为了说服乔恩,艾米承诺会定期到她的诊所接受治疗 乔恩考虑到艾米的抑郁症状并不是很严重 于是批准她出院,并给她开了些有助于稳定情绪的药 过了几天,艾米新手承诺,徐乔恩的诊所求医 告诉医生自己的确患有抑郁症 四年前,曾向一位女心理医生玛莎问诊 乔恩随后联系玛莎,询问艾米的病时 玛莎说,自己为艾米做过久归的心理疏导 认为导致她抑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童年时期父母对她疏忽照顾,缺少亲爱的关怀 另一个就是马丁朗当入狱 艾米不但生活发生举变,而且不幸流产 她的内心一直变得异常脆弱,竟然罹患抑郁症 最后,马莎建议乔恩跟艾米使用名叫阿克希的新药 说这种药效果相当不错 接下来,艾米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一天,她在上班时突然中进洗手间干熬 呕吐过后,她的脸色变得惨白,还剧烈地传着苏奇 当晚,马丁和艾米生中出席派对 马丁打算借此机会,央求前上司,帮忙自己找工作 马撑响,艾米忽然情绪失控 她躲在角落里,难以抑制地悲伤起来 流下毫无缘由的眼泪 马丁见状恨着担心,干净带着回家 此日在地铁站台,艾米眼前直勾勾地 仿佛不由自主般走向铁轨 此时远处地铁驶来,艾米离轨道越来越近 而且看上去,完全没有停下脚步的打算 幸亏一名地铁保安发现了她的异常举动 一把将她拉住,这才避免发生魔鬼的惨剧 艾米也意识到自己神思恍惚 情况越来越糟糕 她等不及就成日,焦虑不安地找到 曾经吃饭的乔艾一声,将对方拉到一边 神色慌张地说,现在吃的药不管用 自己整日头晕失眠,而且完全没有欲望 还说同样患有抑郁症的同时朱莉 正在服用一种名叫阿克西的新药 据说效果不错,自己也想试试 乔艾想起连位女同行马莎之前也推荐过这种药 随即为艾米开药,让她试着服用一段时间 服用心阿克西后,艾米的病情明显好转 意义状态得到极大缓解 她不再恶心失眠,脸上逐渐恢复曾经的笑容 甚至连欲望也一道回归 可以尽情享受雨水之欢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她和丈夫的关系 渐去和睦,生活出现激情时 情况有了转变,艾米居然出现梦游症状 到了半夜就播放音乐,两眼无神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马丁不堪其扰 觉得梦游是新阿克西带来的副作用 就带妻子去见了乔恩,请求医生更换药物 不料遭到艾米的强烈反对 艾米表示,新药的确效果不俗 让自己有了正常的情绪,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而且自己并非整夜梦游,很快就睡着了 如果现在换药,那么可能前空见气 自己就将回到那种危险的状态之中 由于她的态度十分坚决 乔恩上座思索后,决定继续服用阿克西进行治疗 同时开了鞋,能一直梦游症状的药物作为辅助 而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难以收场 令人震惊的悲剧发生了 一天马丁回家后,发现艾米正在厨房切菜 而且昏昏噩噩噩,对自己不理不睬 他知道妻子又在梦游,走过去想叫醒对方 拿成响,艾米居然猛地转身 用手中刀对着丈夫连通几下 事发突然,马丁躲避不及,身中疏导 满心惊骇中翻身倒地 烟毅稀利用她最后一丝力气,向妻子求救 但艾米似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盯着她无动于衷 过了片刻,马丁因为嗜血过多 稀里糊涂地在绝望中死去 艾米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痴痴呆呆地走过地上的雪坡,上窗睡觉 隔天一早,艾米终于恢复了清醒神智 她发现了丈夫的尸体,马上打电话报警 将泪流满面,处于极大惊恐状态中的艾米 询问事情经过 但艾米脸茫然,抽气着说什么都不记得了 最终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这所大厦的监控录像显示 没有别人进马丁的家 凶器上则满是艾米的指纹 于是以涉嫌谋杀将的逮捕,抓回警局 经过简单审讯,警方得知艾米有抑郁症 随后找来乔恩向他了解情况 乔恩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惨剧 不得大惊失色 马在听过警方很大案情的描述后 他立刻醒悟过来 这出悲剧很可能是原则新阿克西的副作用 他连忙向警方解释 说艾米服用的药物有梦游的副作用 这个可怜的女人 可能是在梦游状态下 进行无意识的杀人 警方不能单凭她的一面之子做判断 还是暂时将艾米关押入狱 马丁的母亲苏菲得知恶好伤心与绝 她根本不相信艾米会有意杀死自己的儿子 因为过去的四年里 儿媳妇一直在苦苦等待马丁的出狱 这一切都都看在眼里 认为艾米完全没有杀人动机 苏菲举间一探望艾米 婆媳俩相对而起 艾米满脸痛苦地自责 说跟女警方调查 可能真的是自己杀死了马丁 不过自己完全无印象 这要归咎于阿克希的副作用 为了避免同类悲剧发生 她恳求苏菲带自己公开发表声明 向大众揭露阿克希的可怕副作用 苏菲马上联系电视台 在节目中说出了艾米的遭遇 指出这期残的罪汇祸首 其实是阿克希的副作用 节目播出后引起学人打播 社会各界对阿克希的这小公司大肆抨击 而乔恩作为艾米的主治医生 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媒体指责她 网顾病人难用药无一的沦丧 各路新闻记者 维瑟德的家门口进行犀利提问 乔恩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 搞得焦头烂额 烦恼至极 与此同时 负责艾米一案的检察官找到她 让她冲到专家证人 不久后 艾米杀犯开庭审判 根据艾米的叙述 辩护律师找来能够证明 她患有严重抑郁症的证人 包括目睹她开车撞墙的 停车场管理员 以及曾在站台阻止她 走向贴轨的地铁保安 乔恩也出庭作证 指出艾米是在无意识创 那些杀人 没有犯罪动机 这一切都是药物副总造成的 最终 法庭根据证词认定 艾米精神错乱 对她做出无罪判罚 不过 法官考虑到 艾米一受药物影响 目前人就存在暴力倾向 属于危险人物 所以将她积压在 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直到乔恩为了开举 精神正常的证明 方可出院 步入精神病院 意味着依旧没有自由 对于这样的结果 艾米表现得不情不愿 但也只能无奈接受 另一方面 听神结束后 乔恩的日子愈发难过 在相关报道中 她成了一名滥用药物的 不称职医生 乔恩因此遭遇各种白眼和唾弃 生育大手影响 很多病人质疑她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性 不再关过她的诊所 查清楚阿克希这种药物的副作用 不过 在无意中浏览到网上的一篇文章后 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文章是女心理医生玛莎所写 内容就是阐述阿克希的副作用 可以导致梦游症状 看完文章 乔恩大惊失色 很明显 玛莎对阿克希的副作用一腔而出 那她为什么还将自己推荐这种药 而且丝毫不做提醒 她究竟是何居心 乔恩越想越起 随即找到玛莎当面质问 玛莎诡辩道 我只是做建议 用什么要由你自己决定 出了问题怪不得别人 接下来 她又表示 乔恩一直为艾米加大药粮 出现蒙游症状丝毫不稀奇 听到这句话 乔恩心中一动 玛莎怎么会知道自己加大药粮 难道是艾米告诉她的 乔恩立刻发问 你怎么清楚 我知道艾米的过程 玛莎听后 神情变得很不自然 不过玛莎恢复正常 说自己是看新闻报道得知的 这个理由其实十分牵强 因为媒体并没有报道治疗详情 同时 乔恩看出玛莎在刚才那一瞬间的慌乱 感觉到她有所隐瞒 竟然又对艾米生出疑心 认为她和玛莎 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关联 在乔玛莎 乔恩开始觉得整件事情 可能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背后或许隐层的什么秘密 于是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试图发现足以揭露秘密的蛛丝马迹 她先去找目睹艾米加车撞前的 停车场管理员 结果得知 艾米当时系上了安全带 这一发现乔恩大吃一惊 一个神志不清 意图自杀的人 怎么会想到系好安全带 莫非她根本没有抑郁 只是在演戏 乔恩随后想起 艾米说过同时朱莉 向他推荐阿克希 马上去艾米工作的广告公司 找到了朱莉 结果有些人发现 广告公司竟然没有这个人 乔恩倒吸一口凉气 艾米明显地说谎 她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让自己 同意使用阿克希 接着又一个疑点出现 广告公司的广告屏上 这次艾米试在详细了解了 作家碰撞测试的情况 确定自己不会有大爱好 才放心下来去车撞墙 第二天 乔恩来到精神病院 一探视艾米为名进行试探 交谈中 她发现艾米的精神状态良好 表现得极为轻松 跟之前的一个郁郁寡欢 楚楚可怜的女子攀若两人 乔恩愈发生疑 艾米没有理由这么快去恢复正常 除非她在装病 乔恩不动声色 装作不经意地问起朱莉的病情怎么样了 艾米愣了一下 说最近没怎么联系 还特意强调 朱莉是以前在酒吧工作时的同事 艾米的回答看似滴水不漏 但通过她刻意强调 在酒吧认识朱莉 乔恩已经察觉到她心中有鬼 所有的同事推荐药物 毕是谎言 调查至此 乔恩对整件事求了基本判断 这一切都是艾米精心筹划的杀父计划 她根本没病 养装精神有问题 只是为了杀死马丁后 逃脱罪责 而马莎很可能是她的同谋 可是 还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乔恩想不通 艾米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她为什么要杀死丈夫 马丁刚刚行完释放 没有保险也没有遗产 杀死她 不但得不到一点好处 家庭还会少了一份经济来源 就在乔恩百思不得其解释 她偶然得知 生产阿克希的制药公司 因为生育受损 导致股价打跌 有人通过做空这家公司的股票 赚了大钱 乔恩入梦出行 这就是动机 艾米通过这件事 猛黑生产阿克希的制药公司 从而实现做空股票 牟利的真正目的 难怪她当初要公开发表声明 将事情倒上舆论 想到这里 乔恩气氛难当 原来 自己在整件事情中 只是个无辜的牺牲品 乔恩近来整日毛治调查 妻子林大约本就不买招负事业受挫 如今间的不务正业 心中怨气更生 于是冷言冷语 让她不要再理这件事 应该想办法拯救事业 但乔恩说什么 也言不下这口气 一定要将真相全部挖出 她在死了精神病院 要艾米做精神鉴定 鉴定方法是 为艾米注意一种 能让人口吐真言的药物 再向她提出一系列问题 提问时 乔恩会用摄像机全程拍摄 如果在艾米回答问题时 表现的神志清醒 她会把整个过程的录像 交给法官 作为艾米精神恢复正常的证据 乔恩还特地进行了解释 说这种口吐真言的药物 没有副作用 只是会让人在几分钟内 昏昏入睡 艾米似乎很抗拒这种药物 由于再三 才勉强同意鉴定 乔恩随即为她注入药物 再回答了几个问题 艾米一一作答 但声音原来越小 不一会就睡着了 看着浮安入睡的艾米 乔恩心头血量 原来 所有的精神鉴定 只是她设计的心理圈套 为艾米注射的并非药物 而是生理盐水 但艾米心怀鬼胎 担心在药物作用下说致实话 因此匆匆回答几个问题后 就敢在药效发作前 急不可待地装睡 乔恩由此决定 艾米又在演戏 进一步认识到这个女人的心机 接着 她把这次假鉴定的录像 拿给检察官 说出来艾米需以杀负的真相 要求警方将其逮捕 换自己一个清白 然而检察官表示 艾米的账户没有任何变化 无法证明她做空股票谋利 更重要的是 根据法律规定 一个案子不能审两次 由于艾米杀负案的审判 已经尘埃落定 反应不可能地就此案 重新开庭 面对这样的结果 乔恩急于抓狂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惩治艾米吗 她一度心灰意冷 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在又一次按照法律规定 去精神病院 用艾米做例行治疗时 乔恩无意中在医院的登记簿上 看到玛莎曾经来探望艾米的记录 她立刻意识到 这两个女人有勾结 并且尝试从玛莎身上 寻找拖破口 乔恩找到玛莎 恍承艾米病情恶化 断气内无法出院 应该给她加大用药量 玛莎听后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做手段打击她 玛莎给乔恩妻子积雪了几张照片 其中包括艾米的内衣照 以及艾米某次在餐厅 向乔恩咨询病情的照片 原来玛莎在有预谋 特意偷拍乔恩和艾米见面 想要制造两人悠然的假象 一旦乔恩从中作梗 烟雾艾米出院 她就寄出照片 破坏乔恩家庭 让其后院着火 琳达果然中极 她本就不埋丈夫身际艾米一事 如今见到这几张 其实不算实时性的照片 对丈夫的信任居然瞬间崩塌 发了一通脾气之后 气呼呼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 眼看前程和家庭就要被毁掉 乔恩悲愤莫名 玛莎在一生理直的姿态 遇到见面 并且不再掩饰 得一扬的说别再查下去了 否则还会有比起立子散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是斗不过我的 不过 玛莎此举反而弄巧成拙 面对四面楚歌 一无所有的处境 乔恩被彻底激怒 通事和一起斗志 他案子发誓 一定要让玛莎和艾米付出代价 乔恩很快就想到一条 划分敌人的妙集 他盯着玛莎一字一顿地说 我会把你做工赚的钱找回来 下一秒 玛莎里生的得意神色消失 显得紧张不安 他想不通乔姨 怎么会知道做工股票的事 这个天衣无风的计划 顺带里露出了马脚 乔恩则进一步挑拨到艾米的关系 用嘲笑的口吻说 艾米想读通做工股票的收入 也想尽早出院 所以把你们的计划 向我河畔脱出 还承诺给我一大笔钱 玛莎如人晴天霹雳 瞬间失控 她在往日淡定形象 盛怒之下 身中手提包打了乔恩 并且恶狠地发出警告 让艾米赶快出院 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乔恩当然不会去怕玛莎的威胁 接下来 她正式开启了复仇计划 而她拥有的最大武器 就是手握决定艾米是否出院的权利 乔恩来的精神病院告诉远方 艾米的病气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好的治疗 乔恩在又用上了挑拨离间这招 装出神秘兮兮兮的样子 压低声音对艾米说 电疗其实是玛莎的主意 她想通过多次点凉 让让你失忆 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把你们做空股票的收入据为己有 我也会得到报酬 艾米心以为真 被下次谈争心惊 她找到工作人员要给律师打电话 却被告知不得以外界联系 艾米几乎崩溃 自己费尽心思 难道要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情急激动之下 她大吵大闹 结果被关了起来 与此同时 乔恩的表演还在继续 她作息做了拳套 打电话给玛莎 约队放到病房所在大楼前谈判 玛莎不知事急 很快赶来 乔恩面带向荣 走上前又是握手 又是拍打肩膀 做出两人异常熟弱的假象 口中则继续挑拨 说艾米会把你供出来 说完转身就走 玛莎被她的乖举动搞地一头雾水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做给艾米看的 原来 艾米在病房内隔着窗户 刚好看到两人见面的情形 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从肢体语言上来看 乔恩和玛莎似乎相谈审患 艾米以为这两人真的在互相勾结 顿时遍体声寒 惊恐万壮 听过这件事 艾米感觉自己孤立无缘 身处绝境 彻底慌了 她思想想后 终于主动让院方联系乔恩 要进行面谈 乔恩如跃而至 意味深长地说 听说你的病情严重了 应该加大用耀伎俩 艾米听出的话语中 隐藏她的威胁 之后无奈说出真相 四年前 她和英俊俘虎的马丁相爱 坐豪宅开名车 以为达到了人生巅峰 拿成抢好景不长 很快从云端跌落尘埃 马丁居然在婚礼上被逮捕 刚刚到时候的幸福 突然失去 生活完全崩塌 艾米承受不了 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 深受打击 甚至由此牵怒马丁 痛恨她让自己经历 得到失去的痛苦 绝望之下 艾米整人寓意不乐 为了避免抑郁 她去找心理医生 马莎做心理疏导 交谈中 两人发现彼此惊况相似 小时候都是因为父母疏于照顾 而缺少家庭温暖 如今又遭遇了不幸的婚姻 艾米是丈夫入狱 马莎是遭遇背叛 丈夫为了年轻模特将她抛弃 两个可怜的女人 都对男人没了信心 并且痛病相怜 在游怜深爱互相吸引 最终两个受伤的灵魂 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发展成了一堆恋人 接下来两人合谋 由艾米假扮抑郁症患者 杀死马丁后 通过夸大药物副作用脱嘴 马莎自于先做空 只要公司股票一次牟利 等到艾米重复自由 两个人就可以作用巨款 双诉双息 定计后 艾米开始装作惊生恍惚的样子 还假装自杀 以便有人作证 事实上 她根本没得抑郁症 并且除了少了阿克希 没识别的药 趁阿克希也是为了预防警方 检测器体内药物成分 而阿克希的副作用因人而异 艾米就没有真正出现过某个症状 至于乔恩 艾米和马莎倒不是有意针对她 她只是在错误的时间点遇到艾米 巧合之下 成为不幸的倒霉蛋 至此真相大白 乔恩的猜测完全能够证实 但她没有留了半点的怒意 反而冷静对的艾米说 你连马丁都能背叛 难怪马莎不信任你 要跟我合作 艾米随后向她提出交易 说你放我出院 我会澄清事实 帮你往回声语 乔恩则目光深邃地看着她 陷入了沉思 没过多久 乔恩果然为艾米开具了 精神正常的证明 艾米就此存活自由 不根据法院指示 还要去乔恩的诊所 再做一段时间后续治疗 以免病情复发 离开精神边缘后 艾米去找了马莎 马莎信息已长 楼上人亲热起来 艾米则必有用心 趁机又使得说出 做空目标赚取的金钱 存在哪个账户 并用窃听息录下作为证据 显然 这也是她和乔恩的交易 通过出为马莎 混在自己出院 现课后 马莎发现了解听起 她晚没有想到艾米 真的背叛了自己 悲愤欲绝 下一刻 埋伏在外面的警方 碰码而入 以谋杀的嘴民将的拘捕 马莎终于落入法网 艾米却会议 最不二神的法律原则 逃脱了法律制裁 不过 她一脸轻松地 来到乔恩的诊所 按照两人事件的约定 乔恩这次将开局 她完全看过的证明 然而 就在艾米卫即将 彻底恢复自由身窃息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乔恩同然变脸 她面色冷静对着艾米说 你的情况不太好 有复发的可能 说完 还给艾米开局了很多药 并且表示一周内 会进行血茧 以判断她 是否真的服药了 艾米没有想不到 乔恩过河拆桥 竟然利用开证明的权力 继续对付自己 她有其有怕 完全失控 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 紧接着 她准备离开 却发现门外站着乔恩 预先找来的警察 乔恩平静地告诉警察 艾米连吵呆闹 根本无法控制情绪 显示病情复发 再多运有暴力清降 应该立即送回精神病院 艾米下的魂飞破三 把腿就跑 可是很快就被警察抓住 只能发出绝望的好叫 复仇计划中一完成 马莎的落网 让案件真相迷攻之于众 乔恩得以恢复生育 事业重回正轨 并且跟妻子复合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艾米则被困在了精神病院中 没有了乔恩的批准 她将永远不能离开 同时 她作剑自负 在药物的打击下 精神状态彻底崩坏 每天的目光呆滞地 站在窗前向外远眺 而窗外 使得再也无法触碰到的自由 影片结束 片名副作用 上于2013年 本片构思精密 悬疑度颇高 而且反转不断 核心则是对人形 黑暗面的展示与揭露 人心难以预测 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人类可以不择手段 放大内心之恶 这比药物的副作用 更加恐怖 更加无法控制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旧王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